邱泰山前部長是否涉及關說這個案子 在立法院好多委員都關心 那我一直沒有發言 是因為我看不懂 這為什麼我看不懂呢 我今天就要跟部長 跟王檢大長請教 這個案子呢 涉嫌逃漏稅的這個案子 依邪修行法是可以認罪協商的 這個沒有問題 對不對 然後呢 在去年的12月4號 我們看一下這個時間表 被告的律師 在法院在準備程序的時候 就提出來希望能夠協商 那麼立庭的公訴檢察官也表示可以協商 我想這樣應該沒有錯吧 如果有錯的話 麻煩兩位要指證喔 我現在開始講這個過程 任何這個過程我有講錯了 你們要指證喔 那法官也說 那你們就去協商 那我們這個程序啊 算不算啟動協商了 哪一位可以告訴我 就是說兩個在法院說啊 兩兆嘛 看起來好像 這個被告說要協商 檢察官也說可以談 那法官就說那你們去談 那這樣算不算開始協商 而且也開過會了嘛對不對 是不是 檢察官你不要給我點頭啊 你們有調查嘛 蛤 你們沒有一個人可以回答我嗎 如果沒有人回答 這個時間可不可以停一下 好 停喔 看部長或檢察官 那個高檢署檢察官 因為在他們那個叫做審查庭喔 那審查庭呢 他這個 呃 呃 當事人 啊包括這個 時間可以繼續 被告的律師啦 呃 可能會向我們檢察官呢 呃 都希望是不是能夠 呃 來進行協商 那如果照呢 刑事事送法的條文 來說呢 呃 這個協商 真正的那個 這個規定的協商是要經過 這個法官 啊這個同意啦 所以法官有沒有同意 在那個案裡面我們是 呃 看不出來啊 在那個調柔那個 筆錄上有啊 蛤 筆錄上有啊 法院的筆錄有啊 法院的筆錄我們大家在看 就是兩個人當庭講嘛 在法官面前講嘛 嗯 對不對 是兩個隊友麥克風講還 這個筆錄我沒有 沒有清楚看 因為是我們調查小組 啊在看的 哦 這是不是我清楚看 那我請問 那雙方兩兆有沒有開過會 有沒有在桃園地檢署開過會 呃 照那個紀錄上面是 開兩次還開三次 是有啊 幾次哦 不知道 不清楚啊 但是 我引用媒體的 有的媒體說兩次 有的媒體說三次啦 我引用這個瘋傳媒說 12月21號 開一次 1月4號開一次 然後1月22號法庭又開庭 到了3月5號 嗯 又開庭 是 在3月5號開庭的時候呢 這個被告的律師說啊 有啦 我們都有在開會啦 但是啊 還有這個一個爭點啊 沒有講好 對不對 然後呢 檢察官也說啊 協商暫時沒有共識 所以法官就說 那不然再給你們一個月的時間 那表示法官知道你們在協商啊 對不對 沒有錯嘛 法官知道你們在協商 問你們說你們談好沒有嘛 那談什麼呢 我現在講這個 我所了解的過程喔 我調查的結果啦 就是說 這個 呃 被告這邊不只這位院長啦 還有好幾個醫生啊 他們把過去這個逃稅啊 在檢察官的要求之下 這位立庭的公訴檢察官 參與協商的這位陳檢察官的要求之下說 你們把過去欠的稅先補一補 所以他們有去補啦 補了到最後的有兩年啊 是因為超過了補稅的 可以補稅的年限 所以不能補啦 那所以雙方就講好了 說這個當作不乏所得 由法院來沒收 所以呢 補稅那個部分呢 經由國稅局進入國庫 法院沒收呢 經由法院沒收一樣進入國庫 這是雙方講好的 那被告這邊也根據檢察官的要求 也向國稅局去補了 補了稅了 只剩下兩年 但這兩年呢 因為雙方對於這個稅啊 到底欠多少 兩邊的看法不一樣 所以呢 就在法院上面呢 就3月22 就跟 不是3月22 對不起 3月5號 這個被告這邊呢 就提出來說 那是不是可以請國稅局鑑定 那法官也同意 說因為我們都是這樣做的 你們兩招有真意 我們也是 如果是這樣法官來決定 我們也是會找國稅局來鑑定 那檢察官也沒有意見 我講到這邊 對這個過程的陳述有沒有錯誤 沒有錯 好 那為什麼 這個被告會召集呢 因為 排定了 說 4月3號 要再開庭 所以在3月5號到4月3號 這個一個月的時間啊 要趕快的去 達成共識 然後檢察官 每一個地檢署程序不一樣啦 檢察官 要經過 可能要經過主任 經過相約 經過檢察長 大家都批了 都簽了 都批了 然後要向法院提出申請 對不對 說我們雙方已經合議了 所以被告很急 當然被告不想被關嘛 所以他很著急嘛 或是他想要被關的時間短一點嘛 但檢察官這邊明明講好了 我也照你的要求去做了 欸 結果你現在開始不理我了 那本來 檢察官在每一個程序 他都可以喊停 因為他還沒有提出申請 對不對 說讓他我不協商了 你沒有誠意我不協商了 你沒有去要照我的要求去先補稅 你沒有照我的要求怎麼樣 所以我不協商 但是也沒有 所以這個被告就召集說 那檢察官是在等什麼 我們常常遇到 訴訟當事人會有這樣的想像 說法官 法官跟檢察官 那當然你是在等什麼 莫非你在等什麼 那在等什麼 當然他們就沒有講明 讓他們有很大的想像空間 那所以呢 因為這樣 就來 這個透過 這個邱泰山 來陳情 或者來 來提醒 好 那我們就先說 前面這個部分好了 那前面這個部分 難道不會造成被告一個 合理的懷疑 跟覺得很奇怪 說就已經在協商了 也開過會了 我們還在地檢署開會 也不光是我 這個一個律師 好幾個律師 好幾個被告律師 通通來參加 我也照你的要求 那你突然停下來了 那知道到底為什麼 好這是第一個 好第二個 那到底 這位檢察長 跟秋前部長 到底有沒有關說 照道理說 你們3月27號 是3月22號 成立調查小組嗎 是不是 22嘛 那你成立調查小組 你也約談了 從檢察長 一直到 這個好幾個檢察官 那麼你也約尋了 初代三 對不對 但是你沒有約談這個被告 你約談被告 那我後來去了解說 為什麼不約被告 是因為 被告在4月3號 他還要開庭 他還在期待說 這個 這個協商可以成立 那你們約他 4月3號以前 他怕 他不想 他說可不可以到 4月3號之後 我這個協商看怎麼樣 我再來跟你們說明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是齁 那你們什麼時候 我們那個調查小組 有通知 這個院長 是有三個時間請他 但是他有說 他不方便來 但是他有沒有說 有沒有在4月2號以後的 這個調查小組 沒有跟我講這個情況 因為我去了解說 他希望到4月3號之後 只要這個確定 他能不能有認罪行動 他再來說明 因為他怕得罪檢察官 我不曉得是不是這樣子 結果你們在4月2號 就是他在4月3號 這個法院在開庭的之前 就發了新聞稿 那後來在4月12號 這個就要回頭問部長了 你們檢審會開會 那檢審會開會 高檢署用新聞稿來指控 檢察長官說 那檢審會開會 有沒有認定 檢察長官說 有沒有 檢審會 我不是委員 我也不是主席 陳市長主持的 這個誰主持的過程 我都大概了解了 那他們有沒有認定 他們有討論 有去開會嗎 會喔 他們檢審會有沒有認定 檢察長官說 因為那時候呢 這個案呢 整個這個 這個案呢 移送監察院 監察院還有呢 這個檢評會 有人去向檢評會 來申告 檢評會在調查 那檢審會對外做了一個結論說 高檢署的調查小組 並沒有認定 邱泰山官說 但我 要問一個問題啦 到現在喔 我們要 在座部長你有看過 高檢署的調查報告嗎 呃 他有送到我們 部裡面了 你有看過 我有看到 我沒有看到 我想大概 大家都沒有看到 那為什麼高檢署的調查報告 不能公開呢 我們那個調查報告是 這個報部裡面 報部 報法務部 法務部為什麼不能公開 呃 這在我們 搜的單位 他在處理嘛 但是還是屬於 屬於公文的部分 你今天發了一個新聞稿 做了這麼嚴厲的指控 然後再 對大家說 這個新聞稿啊 因為它 因為文字擷取的關係 所以這個新聞稿 其實 調查報告不是那個本意 但是這個新聞稿出來之後 大家看到的就是這個啊 所以大家就做出一個結論 就是說 邱太三官說 檢察官說 然後檢察官變成被害者 那我剛才花了比較多的時間 在陳述這個檢察官在處理 這個立體檢察官在處理 這個認罪協商的過程 如果我講的都沒有錯 那你們不會覺得有點奇怪嗎 這檢察官也不拒絕 也不說no 然後呢 他就突然他就不動作了 延後的這一個月之後 他就不動作了 然後被告很緊張 說希望 然後檢察官要求說 那你把這個程序走完啊 你為什麼這樣停下來 不動作呢 欸 你知道檢察官大反彈 檢察官變成被害者 可是如果我們不看後面那一段 只看前面這一段 難道不覺得這個檢察官覺得 是因為經驗不足 還是很奇怪 這我們不知道 但是現在社會的這個結論 報告立法院很多委員的質詢 都認為說 前部長官說 檢察官說 那我不是替他們講話 但是我覺得 那你們調查報告 也應該接受公平啊 你們根據一個 列為密件的調查報告 發一個新聞稿 做了這麼嚴厲的指控 然後檢察官也 調職 然後前部長也辭掉限職 那調查報告 不能給社會看一看 你們調查報告到底是怎麼寫的 然後跟你們新聞稿的差距在哪裡 因為現在 檢察院 他也在了解當中 檢評會也在了解當中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處理今天的 解凍案之前 法務部跟高檢署 給我們一個理由 說 根據哪一條法律 或哪一個行政規則 這個調查報告 因為監察院在調查 或者你們在做行政調查 它是不能公開的 你高檢署的調查結束啦 對不對 都不能被檢驗 然後根據高檢署的一個 據你們說是因為 文字採檢錯誤 或者過度的濃縮 造成社會誤解 那我們就來看你們 調查出來的結果 到底是什麼啊 那你就莫名其妙的 讓你們 你們一個檢察長 也不是 也不簡單啦 對不對 一個前部長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就辭掉他的工作了 然後就冠上了 叫做 關說 司法這四個字 給我們一個交代碼 好不好 你告訴我 部長你要告訴我說 不能公開 列為命件 給我一個 站得住腳的理由 你不要說還在調查 你們那個調查已經結束啦 那你們在偵察 這是在偵察中的案件嗎 監察院哪一條法律規定 說他們在調查 你們就不能公開 有嗎 你給我一個法律嘛 給我一個行政規則嘛 你不要在那邊空口說白話嘛 好 謝謝段委員 所以段委員 第一個是要求要提供調查報告 如果不能提供調查報告 他的法律依據 他要有根據 哪一個法律 你們是法務部啊 你們是檢察官啊 哪一個法律 行政規則也好啦 不要說法律啦 給我們一個 說不能公開 如果沒有你就公開 你們不公開的話 我們今天這個預算不要過啦 好 了解 新聞稿不是發了嗎 高檢署的新聞稿不是發了嗎 我發新聞稿 就是有發新聞稿公開了嘛 對不對 我們發新聞稿的目的 是要向外界說 這個案呢 我們已經這個調查完畢 那這個送法務部 目的是在這樣 但新聞稿的內容不是只有這樣子啊 不是只有說你們調查完畢送法 這個調查裡面的這個內容把它結列 這個對外來公佈 但是呢 調查報告裡面還有一些 只說希望暫時 這個 這個 讓法務部呢 做最後的那個 結論 但是因為碰到檢討 那就是在上午的會議結束前 請法務部或者高檢署 提出來這個調查報告 或者不能提出來的調查 或者不能提出調查報告的 相關法律依據